花莲邻区管理处和同门部落合作 办理了播种者计划系列活动 并且邀请六名艺术家住村一个月 和部落族人共同创作属于部落的艺术品 而作品就散落在部落内 而每个周末都有相关的表演活动 也欢迎乡亲届时可以前往欣赏 秀林乡同门村一群热衷传统文化的青年 想要打造部落艺术节 连续两年筹办创作展 邀请艺术家住村 和在地的工艺师文史工作者交流 创作属于部落的艺术品 花莲邻区管理处给予经费上的资源 来帮助原住民找回文化 而除了同门也在新社封兵等部落 推展类似的工作 林乡处配合他们这些艺术家的进驻 我们给予经费上的协助 让艺术家能够尽情的 再把他们的创作留在村里面 让更多人体验到原住民部落 其实他有生活的乐趣的一部分 其实处里面一直在做的一个就是扎根 希望原住民透过他们的传统文化 的一些记忆 找回他们古老的一些技术 那除了同门之外 在新社封兵等等地区 我们一直都跟部落做一个友好的互动 只要部落愿意去从事类似 找回文化的相关的讯息的话 我们处里面都愿意来做协助 策展人东东侯温表示 今年以废弃空间 不曾注意到的角落为部展的空间 有艺术家发掘当地的故事 有人找出关于山洞夜场记忆的拍摄成为录像 也有作品将族人接纳安全帽的过程为灵感 结合了太鲁阁族祖灵之眼的图腾 创造出属于在地的地景艺术品 我们今年除了作品变多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今年主要是以部落的文史 还有调查研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所以跟去年从神话历史出发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每一个展场地方都有设置 就是关于这个设置场地的这个介绍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历史 然后有一些故事 包含一些移民啊 迁徙 或者是因为台电的工作的这些历史脉络 都是艺术家们他们去发掘的主题这样 今年办了第二年的创作展 部落才有人慢慢的理解他们在做的事 东东侯温表示 希望打造部落艺术品的品牌 不只让外界了解在地的风情 也要让族人透过艺术家的相处 从作品创作中感受到与在地的连结 记者 刘明胜 秀林香报导 2010年度 优优优独播放 三半 三个月 一半 三个月 一半 三个月 超红的意外